何以故是诸众生 若心取向即为着我 人众生受者 若取法相即着我 人众生受者 何以故 哎 你干嘛这样一直看着我 我在一旁看着你背惊 见你神情忽喜忽悠 徘徊在忧喜之间 无法静止 看你这样 让我想到你刚刚所念的经文 所谓无我相 就是要超越自己的执着 无人相 就是不以为他人和我对立存在 无众生相 就是要以平等观看待一切 不用比较计较的心 去衡量众生 无受者相 更是要我们放下 对我 人和众生的执着 不要去要求这三者 持续不坏 永恒不变 金刚经中 这四项 实际上 都是有一个心 所展开的 哎 马良 你看得到自己的长相吗 看不到 但你看过是吧 在镜中看过 那镜中影就是你吗 不是 我人在镜子外面 嗯 是啊 镜子是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 假如没有借助外在的境界 我们又怎能看到自己的心呢 金刚经上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坐如世观 就像这水中的影像 是不真实存在的 重要的是你的心 我的心 我说 心生实法界 是佛 是鬼 是人 是阿修罗 都存乎一心 你是在讽刺我吗 没有 和你打个比方 你现在背诵金刚经的心 想到麦鱼女子对你好的时候 你的心中就仿佛在天堂一般 但一想到张大的丑陋 心中立即生起 称怒争斗的情愫 想与他比较 这样的心 不就像个争强好胜的阿修罗吗 这样的心 永远无法得到超脱